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冬天我们都会想吃烧酒鸡 那我这一次带大家做烧酒鸡之没有鸡炖虾料理 烧酒鸡的炖料在我们合作设价上有 然后你看到画面我用了红萝卜柳松菇还有高丽菜 因为我要做更丰富一点的烧酒虾料理 先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我把我们的烧酒鸡的炖料倒下来 你可以像我上一集那样把它包在中药包里面 因为这样子到时候你要分离它会比较好分离 但因为我要直接呈现 所以我就这样示范给大家看 我这次用了这个经典宽粉 其实我蛮喜欢这一个的 因为上一次用过之后 我就自己再去战所带了四包回来 我用了黑金文格跟秋金瑶的冷冻白虾来做这道 也会用到米酒 有的人会一开始就直接用米酒下去煮 不过我没有吃这么重 所以我是先用水下去 把药材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蔬菜 先把它煮过一次 大概煮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 高丽菜都软了 就像我们要吃火锅那样 我们的蔬菜都是呈现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米酒啊 记得只要有酒的料理 要这样子倒的 会挥发的 抽油烟机就先关起来 就不要开抽油烟机 这是我自己的做法 因为有时候怕会危险 会有火花 我没有一开始就用整个米酒下去 所以我在已经把它煮滚 然后蔬菜也煮软了之后 我才倒米酒下来 接着呢我就把冬粉 还有我们的冷冻白虾解冻好的 然后还有黑金文革一起放进来 我想要做这一道啊 是烧酒虾 还有冬粉 还有蔬菜 所以这样一锅啊 就比如果只有虾子来讲 会丰富的更多 而且吃起来蛮好吃的 我倒了这么多米酒啊 我本来以为我吃一次就会醉 结果没有耶 我精神还是很好 我要起锅前 我还有再淋进去一点米酒 做这样的冬季锅物料理 你可以尽量让汤里面的蔬菜多一点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 有在做活动的宽粉 我觉得这样的一碗啊 就很好吃了 我吃完之后我也没有醉 而且我还觉得身体很暖和 冬天烧酒虾 餐桌上的温暖 大家试试看啰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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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